我本是白鹿楼花魁 活得很自在 可前未婚夫翠云郎非要来赎我 为了拯救我 他让一把火烧了白鹿楼 待我极好的贾母和姐妹 都死在了那场大火里 我进府没多久 他又发现他的真爱是我姐姐 于是我被囚禁在佛堂等死 好在我重生了 拿人命玩爱情游戏是吧 我出身风月 礼当空局 我曾以我的容貌为耻 因为从小到大 他们都说我红妹 第一次被说是11岁那年 那时候我甚至还是礼部尚书的女儿 门都没出过的规格女子 起因是我们家和荣王府一亲 荣王府崔家是如今 为数不多的异性王 到这一代 只养大了崔云郎一个儿子 老王妃对他是百般纵容 王府尊贵以及 未来王妃的人选 就想挑个贤良淑德的 挑来挑去 挑到我家嫡姐白青药 虽未下聘 但双方都已经心照不宣 可这崔云郎是个任性的主 一眼瞥见我这庶女 突然就改了主意 非要我不可 他说 我识得的 这是个角色的胚子 我字小长的慢 那时候我都没长开啊 王妃还真替他来说 而我爹为了攀附王府 硬下了 第一句狐媚 就是从嫡母口中说出来的 自此整个白府 我能见到的所有人 都骂我是狐媚种子 我终究是没有做王妃的命 因为两年后 家父就入罪 女眷没入乐极 抄家那天 崔云郎还想派人 把我从小门接出去 结果白青药差点把我掐死 他说 你这个狐媚种子 这本就是我的 于是 他坐上了王府的小教堂走 崔云郎很大方 将错就错 将他被金屋藏交 而我被带到白鹿楼 那一年我才十三 贾母凤娘一看我 就乐了 这容颜品相是上家 花期也会很长 便是年岁上去 也不会剪颜色 以后啊 能有好日子过 他对我寄以厚望 结果发现 我是个安蠢 空有美貌 都不敢抬头看人 折腾了几回 他放弃了 令我苦练琵琶琶技艺 靠脸吃饭是吃不上了 靠才艺吧 你天资卓绝不能浪费 一定要做琵琶魁首 这样 以后有好日子过 现在想来 原来我的命也曾好过 凤娘面丽心慈 每天在想着 我们怎么样才有好日子过 养得我身在风月 都不知人心险恶 直到我二十三岁那一年 白鹿楼被人放一把大火 那天我正好出去试验 回来白鹿楼 就成了一片焦土 甲母凤娘 花葵温香 泼辣的五鸡男猪姐姐 还有刚进白鹿楼的弄约妹妹 烧的尸体都辨认不出来了 满大街的人都冲进楼里 踩踏着那些礁尸 来一件没有烧坏的珠宝 就这么恰好 翠云郎出现了 他喊了一声 轻挑妹妹 是你吗 无家可归的我 跟他回了王府 我没想过 放火的人是他 因为十年封月 我被人呵护 总有一种荒谬的自信 便是人人都对我抱有善意 然而 我这种愚蠢的天真 很快被碾得稀碎 我刚入府那阵子 每日午夜梦回 想起白鹿楼的惨状 就惊激梦魇 但不得不陪崔云郎 去见他的狐朋狗友 让他炫耀 可笑的是 在白鹿楼 我不想见客 凤娘就会帮我拒绝 反而是入了王府 做梁家妾的时候 彻底沦为一个玩意儿了 他们说 白鹿楼甲母凤娘 其货可居 平时要见我一面都难 还是托了王爷的福 白鹿楼那破地方 早该烧了 这话听得我伤心又愤 他却还是每天逼我去 后来我日渐神思衰微 汤药不断 还越发笑瘦 他还挺开心的 因为他觉得我更美了 天天夸我 并若希子剩三分 王府的人在背后说 我病得快死了 还能勾引人 真是个狐媚子 最终他们说 我得了会过人的病 被扔到王府内户中心的家庙等死 我临死之前 白青瑶说 姐妹情深 要来送我 他拿镜子给我看 镜子里的我行销古力 以似骷髅 再无半点颜色 我不在意 清灯古佛下 我可以死得平静 可明显 白青瑶没想让我平静 他在我耳边低声道 你知道白鹿楼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起火吗 是因为那贾母不识好歹 不肯让二郎数你 那可怎么好 若二郎得不到你 他就会一直惦念 我主动让他过去 三次抬价 足足加到一万两 那见人都不肯 你说 你有那么金贵吗 我猛地清明过来 想起之前 王府确实来人说要数我 凤娘问过我的意思 我说 不愿意 我颤声道 是你们烧了白鹿楼 他笑了 终于伤心了 我痛哭流涕 想要报仇 却已经游进灯窟 拼命想要抓他 反而被他一把抓住手 妹妹 姐姐要谢谢你 先前 姐姐和二郎 总是吵吵闹闹的 经过这一回 他终于看明白了自己的心 他说 他心里的人是我 还说 以后再也不叫我伤心了 我不可置信 你 你就是为了等这句话 害了那么多条人命 他笑道 贱人命多 造化也不好 怪得了谁 能成全我和二郎 也算是你们的功德 也许是人之将死 我突然清明了起来 发现了一件事 哦 我倒不知道 原来姐姐妒忌我 妒忌得发狂 她的笑容消失了 然后 对我破口大骂 说我不过是个 卑贱的庶女 虎媚的贱人 她用不着嫉妒我 捏死我就像 捏死一只蚂蚁 我没忍住笑了 死前没明白 怎么那么好笑 只觉得很舒畅痛快 我重生了 重生在13岁那一年 白鹿楼繁华依旧 凤娘风姿如故 她笑着对我说 能得如此自容 你可真是老天的蠢啊 有福气的小丫头 这是第一次 有人觉得我有福 而不是有罪 前世 我怎么就不懂呢 这一次 我又重走了十年风月路 虽然心事重重 但比前世清醒得多 我还是谈琵琶 苦练记忆 又做了花魁 与白鹿楼的姐妹 畅想人间花月夜 今年欢笑赴明年 直到十年后 贾母凤娘又来到我屋里 跟我说出了那句话 荣王想帮你拖急 让你入府 你可愿意 我回过头 笑了 一万两 见她心意 凤娘一愣 你肯 我当然肯 白鹿楼被焚的噩梦 困扰了我前世今生十几年 我是想报仇的 并且这十年都在做准备 她要送上门 我没道理不去 此时我只是笑了笑 当然肯 这是我现在能够得上 最好的门户了 也指他们那样的人家 能说拖急 就给我拖急 至于日后 我知道必要给凤娘一个交代的 因为我们这些风月女子 特别容易被骗身骗心骗钱 要是没头没脑地跟男人走 她是不肯的 不过我早准备着这一天 也准备好了能打动她的说法 等我拖了急 进府得宠个几年 若是能得个子嗣最好 等王爷对我淡了 也好有个依靠 若是养不下来 打听过了 阮王妃供佛 我佛音揍得不错 伺候阮王妃正好 凤娘没那么好打发 她说 我记得 你破家之前 和她有过婚约 难道你没有什么念想 我摇着扇子笑了 凤娘 她那么一个败家子 我谋她便罢了 她哪一点值得我看上 凤娘又问 一辈子 无心无爱 你甘心 我说 凤娘莫要开我的玩笑 经历过前世 我才知道 我一直在她的羽翼之下 更可怕的是 这羽翼是她拼尽了权力展开的 却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强大 我这样的人 以谈情说爱为人生目标 就是个玩笑吧 凤娘是康平芳最出色的贾母 她不但知道怎么调教人 也知道怎么拿捏人 前世是我说了不去王府 她便替我去拒绝 今生我选了另一条路 她也替我去安排 一万两 那是王府合府两年的开销 崔云郎拿出来也会肉痛 前世这个价钱 是她主动加的 今生是凤娘提的 她家便来杀价 但我是谁 冠绝京城的琵琶魁首 入宫是过宴 丞相赐过书 各大公卿侯府出入 只当寻常 凤娘甚至还给崔云郎 制造了一群情敌 你不熟 多的是人抢着熟 一来二去 崔云郎急了 连夜筹错了银两 等事情尘埃落定 凤娘送我出门之前 又嘱托了几句 这个价钱 这个造势 保你得宠个至少五年 毕竟男人这玩意儿 贱 我 这我懂 今日崔云郎得到我 六楼的波云娘子垂青 是他崔云郎的福气 而不是前世那样 我被他算计 然后像狗一样 被他捡回去 那他自然会珍惜的 我只是没想到 他说得那么直白 他又说 五年之内 能生就生一个 若生不出来 照你自己说的 尽快找退路 我道 好 他又说 我想过了 此番拖了急便不亏 你只要别被人害死了 便是下了堂 都是血转 那万两白银 我给你封着 你待不时之虚 我愣愣地看着他 凤娘 你把所有可能都想过了吗 凤娘说 不然呢 我 我好想问问他 前世只因我说了一句 不愿意 他为我去扛往府的时候 又是否想过 白鹿楼会变成一片焦土 当然 他是没想到的 我们这样的人 或许只如同楼椅尘埃 拼了命挣扎 却依然抵不过那些权贵 翻手覆手之间 凤娘还在唠叨 我伸手抱住了他 凤娘一愣 怎么 舍不得凤娘 舍不得姐妹们 凤娘微微一笑 滚 隔日 一顶小轿 把我从小门抬进了王府 怕得罪阮王妃 她自己不敢来 让金管家来接的 不过 金管家殷切地给我介绍 这座楼 是离王爷的书房最近的 想想还挺好笑 前世她很随便地 把我塞在了白青瑶的院子里呢 说是顾念我们姐妹情深 我回过头看着她 姐姐呢 这话刚说完 就看到白青瑶站在远处的花架后面 正冷着脸看着我 金管家不知道 还在找借口 白姨娘身体不好 我露出了笑容 白青瑶大步走向我 在她靠近之前 我给她服了服 笑道 姐姐 她顿住 然后很虚伪地扶起我 妹妹 我日盼夜盼 你终于来了 金管家笑道 娘子能入府 还是白姨娘劝的王爷 哦 这和前世一样 不过她看起来 好像没前世这么从容和高兴 白青瑶道 金管家一路辛苦 我们姐妹还有话要说 金管家就走了 我看着白青瑶试探道 姐姐 你在害怕 她说 你这样的狐媚货色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走进房 抬头打量了一下这屋子 这屋里的陈设 果然样样都好 就像得了上好名贵的宠物 打点笼子的时候 也万分惊心 我随手俯过桌上的首饰 坐在镜子前 怎么又说我狐媚 甚至当年我添鬼位置 就开始说了 白青瑶跟进来 继续骂我 你自是贱人 你从小就会勾引人 而我正满意地看着镜子里 那张容颜角色的脸 崔云郎的眼光是不错的 白青瑶还在说 在青楼混了十年 愈发下见 我扭头看着她 原来是因为你妒忌 我比你生得美 白青瑶瞬间就像被捏住了脖子的鸡 我站起来 步步走向她 她惊得步步后退 直到身后撞上桌子才停下来 我说 姐姐 如今你我 都是以色诗人 你再责怪我的美貌 就是你的不对了 她气得用力推开我 滚 不知羞耻地见人 她匆匆逃走 我若有所思 她礼带逃僵 心里有鬼 而且崔云郎又对我念念不忘 所以她把我弄回来 让崔云郎得到 再毁掉 这是和前世一样的 但她这害怕 又和前世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我的表现不一样吗 我正想着 洪姬走了进来 你又何必这般刺激她 我回过神 好玩罢了 洪姬扭过头 看一眼门外 若有所思 且先不管她 我的事 娘子该先给我办了 洪姬明面上 是我陪嫁进来的丫鬟 实际上是飞鸟阁的杀手 潜伏在我身边 已经七八年 靠着我在京城的盛名行事 这次的目标是金管家 多年前 金管家为了给主子 要一个人家家里 祖传的白玉瓶 栽赃那家家主杀人 害得人家家破人亡 而那个瓶子 前世我见崔云郎 把玩了不到半个月就腻了 那家还有个女孩 现在已经长大了 倾家荡产 满兄来杀金管家 她甚至只知道金管家 按照规矩 洪姬只能按照 雇主的意愿做事 给钱 杀人 是必 此时她就跟我说 你要尽快给我制造机会 我看了她一眼 好 对我来说 金管家也是死了最好 她说 得找个清静的 我好施展 我笑了 满足你 今夜崔云郎 没有来我这里 府里的丫鬟说 白青咬病了 于是 崔云郎先赶去看她了 洪姬不解 那么低级的手段 我对着镜子描眉 这有什么奇怪的 崔云郎对她有情 不过 这又和前世不一样 前世她可是很大方的 巴不得崔云郎 每天在我这里 好早腻了我 洪姬道 那你快想想办法 我欣赏了一会儿 我自己的盛世美颜 满意了 然后才抱起了我的琵琶 奏了一曲 春江花月夜 崔云郎来了 洪姬瞠目结舌 她不是 对白青咬有情吗 我淡淡道 她是畜生啊 畜生的爱一点都不美好 只会让人痛苦罢了 这种脏东西 只有我那唇姐姐想要 我是不要的 此时 我没让她进门 甚至把门锁死了 轻条 委屈你了 我在门内道 王爷 妾室波云 她说 是我不好 寻你晚了 从今日起 你可以做回你自己了 说着 她又想推门 但我不开 不管她怎么说 我都不让她进门 但我把身子贴在门上 伸出手 与她的影子叠着手 王爷 今日先去陪姐姐吧 我们是血亲 我不想她伤心 最终 崔云郎无奈地走了 洪姬挑了挑眉 回去你姐姐那了 我恩了一声 洪姬问 那她高兴吗 我笑了笑 高兴吧 洪姬 嘖嘖嘖 她当然不高兴 她都快气死了 第二天一早 她就去了阮王妃那里告状 前世她和阮王妃交恶 因为白青咬金服的时候 还惦念着自己是尚书府的嫡女 王妃又在她后头进门 她还想跟王妃比划比划呢 没想到这辈子 她的态度还挺谦宫 我在门口听见她说 虽是我的亲妹妹 但毕竟是从青楼营回来的 还闹了这么大的动静 令王爷引人非议 我笑应的走进门 妾愿去家庙修行音乐 白青咬吃惊地看着我 我今日穿得端庄得体 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 妾波云来给王妃请安 阮王妃一身身衣 盘了个妇人计 其实一脸稚气 有种小孩偷穿大人衣服的感觉 我冲她笑了笑 其实我也知道 怎么哄女孩子开心的 她下意识地 也冲我也笑了笑 但看到身边那凶神恶煞的妈妈 吓得又缩了回去 阮王妃是东黎郡主之女 千娇白虫长大的人性子单纯 但陪嫁的几个婆子和丫鬟 却十分厉害 我低声道 一月之期 有了别的谈资 大家也会淡忘此事了 白青咬气急败坏道 你 你又有什么诡计 我看向阮氏 轻声道 王妃 觉得这个主意如何 阮氏犹豫了一下 看看身边张妈妈的脸色 然后她才道 我觉得不错 家庙原本是某一代郡主 和离回娘家后清修的地方 建在王府内湖中央 进出都得靠船 我和红姬先到了 白青咬 这个身体不好的人 又跑来送我 远远地就看见 她火急火燎的样子 我不由地感慨 哇 真狼狈 红姬吃笑了一声 她猜不透你要干什么 这是最吓人的 白青咬冲到我面前 对我放狠话 你上岛之后 我便会让人把船撤走 只留你和你的丫头在岛上 每日一次送食 清修 就要拿出个清修的样子来 波云娘子 你说是不是 我笑笑 是 她又说 这一个月 她一定会忘了你 我想了想 那倒不一定 求而不得 才是割舍不下 这还是她说的呢 白青咬的笑容 瞬间消失 她说 她一定会忘了你 我说 可是我让她付了一万两啊 恐怕不会轻易忘掉 她的脸色一变再变 盯着我 那样子 恨不得是吃我 最终她丢下一句 她心里的人是我 我知道 然后她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至此我确定 她也重生了 前世 她知道了崔云郎的心意 是她的一点底气 真惨 好不容易去了我这个心病 她竟然重生了 要再来一回 红鸡看戏看得开心 不忘点评 真颠 要不我直接杀了她吧 不贵 你要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 淡淡道 不用 我还用得上她 这个月还得靠她 使劲浑身解数 留住崔云郎 金管家果然来送我们去内湖 通常 崔云郎自己不方便出面的时候 金管家便会替她来 白青瑶利用软王妃给她施压 其实是不聪明的 这败家子 现在还得靠软王妃用嫁状 来填补家里的亏空 崔云郎这软饭 还想吃硬一些呢 金管家在船上问我 这若大的家庙 指你们两人 娘子可会害怕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 不接茶 洪姬笑道 奴家若是害怕 可怎么办呢 我没回头 而是侧过身 把衣领拉了拉 露出一截后脖梗 金管家呼吸明显一致 洪姬很上道 笑出声 娘子 天真热 是不是 我漫不经心地已在传言 是啊 于下 我们便不出声了 一艘小船 将我们送去胡心家庙 家庙本是个清静地 我正在打扫 洪姬问 她真的会来找死吗 我一边打扫一边道 本就是奸华之人 怎么会不偷心 我 她是暂时不敢 只敢谋一下我的侍女 洪姬皱眉 你怎么这么了解王府的人 因为 钱是我的侍女 我就没保住 金管家是个很贪婪 又很谨慎的人 她爱美色 可是这美色 也在她的伎俩之内 我快死的时候 她都不敢动我 但是奸淫了我的侍女 若不是白清瑶 亲自盯着我死 亲自安住我的尸体 恐怕我刚咽气 她确定安全了 连我死后都保不住 我回过神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十年风月 看穿男人就是我的本事 洪姬笑隐隐地看着我 若她真来了 我扶你是天生的妖姬 我擦佛台的动作一顿 无奈地笑了 哪有什么天生 当天夜里 金管家就上岛了 洪姬在水边提着灯看鱼 直到小船滑近 她才浅浅地惊呼了一声 金管家跳上岸 她吃惊地笑道 不是明日才来送东西吗 金管家一手拴船 眼不错地盯着她 娘子呢 洪姬笑道 娘子歇了 金管家拴好船 走上前 一把搂住洪姬的腰 洪姬没拒绝 她只是问 有人知道吗 我可不想被人议论 连累了我家娘子 她道 哪有人知道 哪有人敢管我的事 洪姬愉悦地笑了 我在佛前供奉 外头不时响起洪姬的笑声 和金管家的惨叫声 我笑了笑 她应该很开心吧 之前听她说过 刺客杀人 讲究一个快 很准 为免横生之劫 要尽快杀掉 我问过她 为何要做刺客 她说 因为她天生是血 实在克制不住 索性就投身刺客门 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不拿钱不杀人 应该 很难有这个机会 可以肆无忌惮地 虐杀一个人吧 我正送金 洪姬拖着满是血的人 进来了 我皱眉 不要污了佛门清静地 金管家喊了一声 就 我吓了一跳 怎么还没死 洪姬淡淡道 哦 反正还有时间 不得不说 跟你合作 真的好愉快 说完 她哼着拳 拖着人就往后院去了 她是高兴了 我按道一声命苦 只好体筒开始擦地 我擦了地 又去把船拖了上来 劈了 洪姬快乐地 在后院埋人 金管家一直在坑里 断断续续地惨叫 直到彻底没了声音 我说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她把最后一点土填上 踩实 然后承认 是有一点点 辛苦你了 酬金我分你一些 她从怀里掏了掏 给了我 一两 我邪逆了她一眼 就这 洪姬笑道 我只收了二两 平民 破家 再加上身 而为女子的困境 她倾家荡产也只有 二两 洪姬舒爽地 伸了个懒腰 回去睡觉了 金管家失踪 府里自然要乱一乱 不过那与我无关 我和我的侍女 老老实实地在家庙清修 送食的人一天会来一次 偶尔给我带一点消息 我每日一问 我姐姐如何 送食的人总说 又病了 她知道崔云郎对她有情 所以想用她的心疼留住她 我又听说 她霸宠太厉害 甚至耽误了崔云郎上朝 阮王非训斥她 崔云郎还护着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 这非常久之际 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好可怜 好煎熬啊 然后一个月期满了 洪姬说 这户骨头的狗似的 男人也蠢 你抽身那么久 还能再得宠吗 我笑笑 能啊 我这素衣 乘小船 离开了家庙 轻轻静静 无人迎接 我先去给阮氏请安 阮王非身边的那些 原本很严厉的婆子 看我的眼神也软乎了些 毕竟 在白青咬的衬托下 我显得太乖巧了 阮氏看了看身边那些门神的脸色 这才敢放心大胆同我说话 她说 我先前听你奏曲 并无迷迷之色 反而轻烈 轻快 甚是喜悦 你这琵琶魁首 名不虚传 我假装很诧异 没想到王非精通音律 阮氏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又道 是妾唐突了 王非是大家闺秀 琴棋书画自然都是精通的 阮氏脸红地道 不敢说惊 我小声道 怎么会 王非也知道 妾出身风月 虽苦练琵琶琶技艺 但到白鹿楼来的 未必是真心来听取的呢 阮王非听懂了 小脸上有些心疼和联系 练琴很苦的 无人欣赏就更苦了 唉 怪你生得太美了 于是我给她弹了一下舞琵琶 阮氏成为我的子妻 我的知音 事后 红姬说我 你这个小妖精 男女通吃 我说 别这么说 我带王非可是真心的 红姬要求我教她 这样我就能接近每一个人 杀人的时候 应该很方便吧 我对着镜子瞄了瞄眉 然后淡淡道 天生的 红姬有些失望 我给阮氏 弹了三天琵琶 失去了金管家这臂膀 吃软饭的崔云郎 终于来找阮氏求和了 不巧的是 阮氏正和我一起去出宫 张妈妈去应对了 阮氏瞬间有点慌 差点从宫筒上蹦起来 我说 您慌什么 待会儿再去更衣梳洗 让她等着便是 阮氏愁眉苦脸的拖着腮 我轻声说 王非怎么了 阮氏欲言又止了半天 叹气 没事 我没言语 其实我知道阮氏十分厌恶崔云郎 但两家联姻 他也没办法 年纪轻轻 像活在一个壳里 但凡敢探头 就会被敲打一番 也是可怜 我跟着阮氏 去见崔云郎 等了许久 终于等来 这让他惊鸿一批的机会 他只是看我一眼 人就愣在那了 阮氏美好气地道 王爷来干什么 崔云郎依然盯着我 也不说话 我浅浅一笑 王非 妾先告退 阮氏心不在燕地点点头 我出去以后 遇到了白清瑶 洪积乐得看戏 跟得真紧啊 这一个多月 竟然瘦了一大圈 双目还微微泛红 嗯 可能崔云郎会夸他 并若西子胜三分 我笑盈盈地见礼 姐姐 白清瑶恶狠狠地看着我 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 我给你提个醒 王非嫁过来 三年无所出 郡主府已经急了 你若是利用他来争宠 他娘家饶不得你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你慌吗 白清瑶皱了皱眉 我走过去 在他耳边道 你熬干心血 留了他一个月 可他只是看我一眼 魂就被我勾走了 哎呀呀 你怎么办啊 你 你大胆 你 我握住他想打我的手 仔细确认了一下 嗯 他是回来了 他害怕 是因为我跟前世不一样 没有前世这么好拿捏 我凑到他耳边道 你 可得保重身体啊 不然 会被人说你的病会过人 被打发到家庙去等死哦 他愣住 显然 我前世 在家庙经历了什么 他心知肚明 忧思伤神 姐姐少些思虑 毕竟 你也知道的 王爷心里有你 我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肩膀 走了 红姬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要吓死他了 我淡淡道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自作自受 红姬 嘖嘖嘖 他又问了个问题 你真的要陪翠云狼睡觉 我远远看了一眼 那人面饭桃花 身带病气 好恶心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从袖子里掏出那一两银子 我出钱 你帮我想想办法 红姬低头看着那两银子 愣了一下 崔云狼终于来了 而且是后半夜来的 想来前半夜 白青咬真的尽力了 他见我第一眼 就道 轻挑 委屈你了 我给他见礼 王爷 妾室拨云 他皱眉 你为何这么在意名字 我扭过头 自然是 想忘掉做轻挑时的事 崔云狼愣了愣 然后沐声联系 是我委屈了你 竟然你在外头 吃了这么些年的苦 我说 王爷 您或许不知 妾这一生 最美好的时光 都是王爷给的 我跟他说 我本是庶女 在家就遭人欺凌 只他看上我 跟我定亲那两年 才过了两年好日子 话而言之 他是我的光啊 怎么可能会怨恨王爷 原是妾不配罢了 几句话就说的 他神思恍惚 眉眼寒情 只恨不得把天底下 最好的东西 都捧过来给我 红姬的药有点猛 崔云狼躺在我床上 陷入春梦之中 自娱自乐一晚上 我在外间吃茶 红姬在里面看热闹 他说 则则则 自己玩自己 也能玩得这么花呀 我无奈了 你也不嫌脏 他不理 过了一会儿 又 则则则 行吧 从大天起 王府最得宠的妾室 就从白青咬 变成了我 只说我白天 还要去给阮氏请安的 他有时候纠缠我 我只是告诉他 李叔不能废 阮氏对我得宠 没什么意见 就连他身边的那些 门神妈妈也没意见 毕竟 府里的妾室里 我是最乖的一个了 我给主母弹琵琶 哄主母开心 连张妈妈都说 王妃好久没这么笑过了 白青咬这次是真病了 几乎每日都看好几个大夫 只不过去看的大夫 都要提醒一下他 得亏了 你有个得宠的妹妹啊 王妃才格外看 给您找这么多大夫 这样一来 他病得更重了 我是没去看 但红姬偷偷摸摸地去了 他回来跟我说 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 那口气还挺着呢 我说 什么气 红姬说 不甘心吧 你知道的 人哪怕身体全被打烂了 如果不甘心 吊着的那口气 一时半会儿也咽不下去 他想了想 又笑道 听说真厉害的 那口气造成僵尸 也是有的 我打了个哆嗦 别胡说八道 他笑得没心没肺 又过了几日 夜里 我抱着琵琶 给崔云朗姐闷 他含笑看着我 若非你家有了那场变故 你我定是一对神仙眷侣 我柔顺地看着他 能日日陪伴王爷 妾已经知足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旁边的红姬翻了白眼 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 他都很心疼 便是陪伴 也晚了十年 我轻声道 姐姐本是嫡女 婚事本该是姐姐的 十年后能容妾进门 妾已经很有福气了 几句话 把他的火气挑上来了 他说 什么嫡女 竖女 老子难道要按照你家的规矩来 说着 他扭头看向红姬 去 把白氏叫来 让他陪我们做做 红姬又翻了个白眼 王爷 白姨娘病着 崔云郎说 让她别装了 病了那么久 如果是真的 就该病死了 红姬去了 没多久 白青咬的婢女 哭着过来了 王爷 姨娘已经快不行了 崔云郎很不屑 这一套还没完腻 婢女哭着说 千真万确是已经迷留了 姨娘到死还惦记着 怕王爷不高兴 遣了奴过来解释 崔云郎顿时暴跳如雷 他会这么谦卑 那就让他死了再说吧 我劝道 王爷 还是去看看姐姐吧 崔云郎终于滚了 他还想让我跟他一起去 我说我就不去 惹姐姐生气了 红姬去打听了消息回来 说 果真病了 病是真病 妆也是真妆 一身素衣 打扮得楚楚可怜 总算是负宠了 我喝了一口茶 嗯 他还是用上这一招了 红姬说 崔云郎追悔莫及 抱着他大哭 说很后悔 这阵子没有好好陪他 而崔云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真心 下定决心要陪他最后一程 他好像是真心的 你怎么办 我单道 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有一种男人 直到你死了才会爱你 红姬南南道 是啊 有病啊 我抬起头 而我姐姐这种女人 他心悦之人如果不爱他 他宁愿死了 所以 我单道 我要等他养好身体再说 崔云郎现在为了白青咬 要死要活 他好像搞不清状况 金管家死了 他很多烟渣事都没人帮他拿主意 也没人帮他做了 府里早就亏空的一塌糊涂 阮王妃那边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我就不同了 我有王妃要伺候 阮氏还是很喜欢听我谈琵琶的 他还会问我 你不去看看 你姐姐 我说 不了 他看见我不会开心的 阮氏说 我家没有输出子女 但我想 以前你们在家的时候 他经常欺负你吧 我调音的手一顿 阮氏心疼地道 乖乖 以后我会护着你的 我笑了 小声道 嗯 萍水相逢 却如玉故交 我在心里道 我也会护着你的 一个月 崔云郎和白青咬缠绵恩爱 不过他的耐心也快好光了吧 毕竟他怎么还不死 那天 他陪着白青咬在花园里散步 我指了红姬去找他 在他耳边说 王妃让我们家姨娘帮着看账 可姨娘总闹不明白 他 王爷 他忙道 怎么了 一边说 视线又落在旁边的账本上 我道 王妃让妾帮着管家 可 可是妾不会 她坐下来 开始翻账本 怎么不会呢 我有些委屈地道 妾 妾在家只是个庶女 只跟王爷订婚那两年 才有资格 学一些管家的本事 之后在白鹿楼 都是风花雪月的了 没 没人叫我 她抬头看我一眼 笑得一种 有大好事降到她头上的感觉 你怕王妃责怪 我点点头 嗯 她道 傻丫头 本王来教你 从那天起 她每天晚上都在我房里 红玉的换药都没怎么用上 王府的亏空 已经是日复一日地积累着 现在阮氏那边 是基本不给她支多余的钱了 甚至还做了两本账 一本是公账 一本是她自己的账 她其实也急 没了金管家 她手底下的人群龙无首 现在有了机会 仔细看看她媳妇的账 看看能不能扣到钱 她现在看账本 看得如吃如醉 我则为她为她红袖天香 几天之后 她终于对我说出了那句话 波云 你那么乖巧 得了王妃宠爱 正好能帮本王 那天我正在屋里盘账本 白青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红姬 不要啊 姨娘 你不能硬闯啊 喊得毫无感情 手都没伸一下 白青瑶骂我 你这贱人 你心里明明没有二郎 为何要跟我争 为何 我将账本护在身后 姐姐 我是王爷的妾室 心里当然惦念着王爷呀 你 你这个 她已经快到极限了 再理智不了 冲过来疯狂撕打我 贱人 你这个贱人 我连忙抱住账本 蹲在地上 耳边好像听见红姬在旁边 毫无感情地喊 姨娘 不要啊 姨娘 不要啊 终于崔云狼一脚踹了门进来 白青瑶 你这个丰富 白青瑶瘦弱的身子 直接被她推倒在地上 看样子伤得不清 然而她只看着抱着账本 蹲在那的我 眼中充满了心疼 二郎 崔云狼冷冷道 以后不准再叫我二郎 我不知道 一个人的心 可以死几次 但我知道 只有反复在希望和绝望中轮回 她才会生不如死 白青瑶受伤了 又有心病折磨 那口气 终究是掉不住了 我亲自去伺候她吃药 她也无力反抗 我告诉她 我对王爷说 我们姊妹情深 我舍不得你 要亲自送你走 她笑了 很凄苦地笑 我了然 当初你也是 这么说的吧 白青瑶哭道 她心里的人是我 你凭什么 我温柔地给她擦掉眼泪 姐姐 你总那么自私 但我还是想问你一句 你有没有一刻 后悔过前世的所作所为 她咬牙切齿地说 我只恨 恨没有早点杀了你 我叹气 你怎么能 两次决定去杀同一群人呢 我们的命 始终不值钱 对吗 上辈子她是不安 所以把我弄回来 想要以此 效望翠云郎 对我的那一点感情 这辈子 她明明已经知道了 翠云郎心里的人是她 可能刚重生的时候 翠云郎 对她的态度不好吧 又或者可能 说了两句难听的话 伤了她的心 她干脆就想着 就按上辈子的做法 做好了 再杀掉那些人 再逼死我 再和她的二郎相爱 她唯独没想到的是我也重生了 而且再不是前世的窝囊药 到底是自作自受了 你但凡有一次后悔 我都会让你死得痛快点 我掰开她的嘴 给她喂了一颗药 她惊恐地道 这是什么 我轻声道 让你好的药 红鸡那边总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种虎狼药能让她好起来 不过 这股劲头过了 命数也就到头了 翠云郎本来还有些担心 她心里是真有白青咬的 只不过 我也说了 畜生的爱意罢了 当她发现 白青咬又渐渐好起来了 那点担心 就变成了生气 她说 又搞这些名堂 又对我说 你少花些心思在她身上 她死不了 多把正事办了 本王让你做侧妃 让她来给你磕头 嗯 连我这个仇人 都觉得太畜生了 红鸡 嘖嘖嘖 她所谓的正事 就是让我去做 金管家当年做的事 她亲自教了我很多技巧 务必要做到 细水长流的做假账 这样 阮氏的嫁妆亏空 十年之内 她也不会发现 最近她为这件事 疯磨了 然后 阮氏娘家的和黎叔送来了 王爷 这些年亏的嫁妆 知道你还不起 不过 王府还有些产业 可以拿来抵了 东黎郡主亲自来了 而她这么说的时候 我就站在她身边 崔云郎为了教诲我 把以前金管家 以前挪用 和做假账的账本 都拿来给我学习 没错 这是我和张妈妈 一早商量好的 东黎郡主给我的承诺 除了钱财 还有自由 我公顺地地上了一堆账本 这都是王妃 嫁进来这三年的亏空鸣戏 崔云郎猛了 指着我 你敢害我 你知不知道 本王捏死你 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笑了笑 东黎郡主也笑了 对我道 好孩子 你下去吧 我给他行了礼 临走之前 没忍住 偷偷看了一眼 东黎郡主先告诉了他 一个好消息 皇上要打压 一姓王 你是头一个 因为你的罪孽太多 简直庆竹难输啊 然后就是狠狠地一巴掌 再多 我不敢听了 不过洪姬还蹲在门口听 王妃的闺名 叫智佑 尊贵如他 从小就是郡主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却也被王府看上他丰厚的嫁妆 强娶了回来 彼时王府威势灵人 东黎郡主也没办法 知道他过不好了 便嘱咐他多悄悄沐鱼 终于熬到了这一日 才能回家 事情办得很快 崔云郎被禁锢在府中 等待抄家 整个王府上下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是能自由行动 对 我还没走 因为白青瑶还没咽气呢 这个时候 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崔云郎竟然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他抱着快要咽气的白青瑶 哭得死去活来 我在门口看着他们 他不敢动我 指着我 你 你这个贱人 都是你害的 你某本王变霸了 他是你亲姐姐呀 你怎么能害死他 我就这么看着他 我可没有动他一根手指头 他是被你折磨死的 虽说给喂了一颗虎狼药 可我不喂 他已经由近灯哭了 真轮起来 你还打了他 让他病上又添了伤 白青瑶竟然还在安慰崔云郎 二郎 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能死在你怀里 一切便都值得 我笑了笑 不知悔改 然后扭头给红姬示意 杀了他 白青瑶惊恐地道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单单道 我呢 以前经常看一种 女子死在爱人面前 男子痛苦一生的画本 有点看腻了 现在 想换过来试试 红姬笑着走了进去 波云 你想要他怎么死 我道 烧死吧 到时候 就说王府走水了 烧死个把废王 也无人在意 那你给这女子含一片餐 我怕他扛不住 说到烧死红姬就高兴 因为尸体烧得焦黑 生前受过什么折磨 都看不出来了 我说 好 火烧起来的时候 白青瑶想冲进去 我拉住了 他该和我前世一样 心碎而亡 等这一切尘埃落定 红姬跟我回了百路楼 马车上 他终于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怕我 我说 我为何要怕你 我身为女子 却是血成性 他们都说 我是女魔头 我回过神 仔细想了一下 我们的相逢 笑了 这一事 我防备着在遇前世之祸 偶然遇见他 他还肯跟我 我都高兴死了 你哪里是女魔头 你是仙女呀 红姬 啊 我和尚书 想起了当初在白鹿楼 凤娘教我们的话 他说 让我们不要以身在乐极为耻 我们这些人 多是受父兄连累 平生甚至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突然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也太没有道理了 所谓乐极 不过是那些男子 赋予我们的污名而已 风月之路 是一条世人眼中的奇路 是女子眼中的陌路 然而 都是生而为人 只此一生罢了 要抬起头来做人才是 至于红姬 他的路和我不一样 唯有一点是相同的 我们都走了 与寻常女子不同的路 我们不会被赞美 只会被诟病 我想了想 便道 你虽有一点 奇怪的小爱好 但也无伤大雅 凤娘说 论记不论心 论心无圣人 她一步欺凌弱小 二不滥杀无辜 三 她能管住自己的嗜血本性 比如 她会收二两银子 就去帮人报仇 你若是男子 便是大侠 是女子 那当然是侠女 你那么厉害 我崇拜你都来不及 怎么会怕你 红姬若有所思 我算是明白 你为何一心为白鹿楼打算了 那凤娘 真的值得 我笑了笑 她其实不知道 我是为前世复仇 只知道 我跟东黎郡主要了一个恩典 就是帮楼里的姐妹托吉 我带着好消息回去的时候 楼里的姐妹都很高兴 只有凤娘拒绝了 她看着繁华的白鹿楼笑了笑 我不走 我这辈子 反正也无儿无女了 总有女子要堕入略极 我就在这守着 能护住一个是一个 我说 那我也不走 继续做凤娘的琵琶魁首 以后 白鹿楼要靠我扛起来呢 凤娘对我笑 满脸温柔 然后叫我滚 我 全闻完